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怎么样 改变怎么样 啊 不动了 你是不是觉得有改变 改变了 老板 哎 要不我来吧 够够够够 哎宝香 你真没劲啊 你说请我们吃饭 最后 这祖孙给你的钱 哎 宝香 你得好好对苏芬啊 你看苏芬多关照你啊 张美丽 你别瞎说行不行啊 来来来 我们请苏芬一个 谢谢苏芬今天请吃饭 来 苏芬 今儿的钱我会尽快还给你的 没事的 不用放在心上 不 你相信我 我会还的 我当然相信你了 我啊不仅仅说的是钱 我以后啊一定会出人头地的 让你过着好日子 哎 苏芬 哦 那个我明天还要上班 嗯 我走了 再见 哦 妈 爸 我回来了 怎么这么晚回来了 饭吃了吗 哦 吃过了 宝钦考上大学了 今天请我们几个人吃了个饭 什么 他还真考上了 啊 考上了 你们几个一起去了 哪几个 我 张美丽还有陆永福 永福 永福也去了 嗯 妈 我累了 我行睡觉了 哎 睡吧 哎呀 这宝钦这孩子最醒 你看 你这哪来的脾气你是 哎 哎 又给我 哎 又给我 哎呀 吓我一跳啊你 小子 你永福干嘛 你干嘛呢 弄点煤回去烧去 回哪儿烧去 啊 不 回家 我们家啊 对对对 煤不好使 加点咱们这儿的煤啊 烧得火旺式啊 不是 这能拿家烧去吧 行吧 小姐是 你不知道吗 国外有个加拿大 咱们这儿有个大家拿 这是咱们呼噜房的优势 这不是公家的吗 能拿家去吗 陆永福在吗 哎 请问 哎呦 阿姨 您 您是不是找醋饭啊 醋饭在食堂的 傻小子 啊 阿姨就是来找你的 找我 那是 阿姨 跟你说点声 什么事啊 真 真好 什么呀 你穿的这身工装 真的是很精神 是啊 前两天不是说好到我家 来吃饭吗 啊 怎么没来呢 那天啊 张美丽临时叫我有事 我就帮她办事去吧 张美丽有事 啊 张美丽有事 你知道让阿姨输得有多惨吗 你知道阿姨输给雷宝琴妈多少没球吗 输 输没球 她妈跟我打赌说你来不了我不信 啊 结果她赢了 你真的不知道那一天 她有多么多么的得意 行了 行了 不说这些不愉快的事 我 啊 你想过来问问你 这个周末你有空吧 能上我家里来吃饭吗 这周末我 张美丽好像找我有事吧 张美丽也要来的 那行 那我去 那你得说话算话啊 别让别人说我请不动你 你又请陆永福来吃饭啊 当然 这回她陆永福肯定会来 可是 可是什么 那张美丽会不会不高兴啊 张美丽 张美丽 我为了一个张美丽 我不可能我想答谢人家陆永福 我都不敢啊 这回你没跟别人打赌吧 这回你没跟别人打赌吧 你说海军大院那个孩子吧 上次那个事情 他还真的有点脱不开身 咱这次他又主动地 跟我们家苏芬说了 说他要上门来赔礼道歉 是吗 那小子又来赔礼道歉了 是啊 我是不是 又该赌点什么了 我看你是有瘾了吧 那要不赌得没求 行啊 没问题 我输了 上你们家吃饭去 行啊 管保 我不瞒你说 他上门来赔礼道歉 我还不想理他的 那是 真的我不想理他的 但是我后来一想 这是人家孩子的一片诚意 再说了我不让他上门来 那这些街坊邻居 还有谁信我的话呀 好 让他来 我再接待他一回 妈 来 我帮你洗吧 我帮你洗吧 我帮你洗啊 你是不怕你妈说露馅啊 去把妈妈打一下 妈你好好摘菜啊 苏芬 阿宝青 你干吗去啊 我打酱油去 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最近都在家 我在忙着那个办入学手续呢 是吧 那行 那我去打了啊 苏芬 那个您 苏芬 您晚上有什么安排吗 我们出去走走 再说吧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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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永福 小苏芬 你怎么来了 你夹了点没球 勒不行啊 你也在呢 快点 快点 小叶 帮我帮我 帮我给他抬下来 好 慢点 慢点 妈 又不来做煤球了 你快出来啊 阿姨 就放这儿 先放这儿 放这儿 您先来看看 你看看 你们看看 这多好的煤啊 你们两个辛苦了 永福 你真不愧是 隔壁大院里来的孩子 你说又有教养 又懂事 阿姨得好好谢谢你们两个 阿姨你快别说了 您看这煤够烧吗 如果剥的话 我再给您弄点去 不用了不用 但是煤不能放在这儿 这么好的煤 要让那些眼馋的 晚上就跟我来 那早了 那给您放哪儿啊 那就麻烦你们 给我抬到厨房去 行 好 好 来 好 来 来 显摆什么显摆 姐上一次 亏得跟他打赌输了 把那些难烧的煤 全都输给了他 要不然今天来了那么多好煤 我还真不知道 汪大海搁闹我们家 哎呀妈 回去了 妈 回家了回家了回家了 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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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你 这个王贵兰气死我了 你这孩子也糊涂 你不是跟我说了吗 那个小子 跟那个叫张美丽的小妖精好了吗 她这是玩弄素芬的感情 老青啊 你干嘛去啊 叔 这儿那酒 还有烟 你都拿着吧 不不 这个这个太贵重了 这位 你拿回去 你拿回去 瞧你说我 你什么贵不贵重 孩子的一片心意 收下吧 收下吧 你就留着喝吧 上次这事啊是我做了 我给忘了 这这算那个 这算赔罪了 别说那么多 来来来来 坐下麻烦说 这是罪啊 真好啊 两瓶 那如果这时候 那宝秦妈在旁边多好 我得让她见证一下 我们家里这个 最激动人心的时刻 妈 你怎么了 你今儿好像在那儿不太高兴 没有啊 我没有不高兴 她怎么会不高兴呢 她就是内向 是个闷嘴不入 她不像人家张美丽 对了阿姨 那个张美丽 什么时候来啊 哎呀呀呀 你看看你看看 阿姨这个记性 我忘了告诉你了 我去请过张美丽了 她说她今天晚上有事 她来不了 来不了了 哎 大叔 我们打开 您尝一个 不不不不 您先尝尝 张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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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伙子 找美丽呢 她不在家 出去了她 出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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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她要认出不久啊 不太快了吧 超美丽 宝青 你你你过来 你干嘛呀宝青 小李啊 你先走吧 一会儿我去找你 我干嘛 你 你到底跟谁在谈恋爱 这关你什么事啊 这个男的是干嘛的呀 你 你不是和陆永福在谈恋爱吗 叶表青 你别动鼻子上脸啊 我又没卖给陆永福 我为什么不能多交几个好朋友啊 那 那你这边也太不道德了吧 你真好笑 我多交几个好朋友就不道德了 再说了 我又没做什么对不起陆永福的事 但是别人会趁虚而入的 素芬她妈已经把陆永福抓到他们家去了 你知道吗 什么意思啊 陆永福现在在素芬家吃饭呢 你看把她妈给张扬的 好像陆永福现在已经是陈素芬的男朋友了 赶成是你着急了呀 真大惊小怪 她去就去呗 行了 你真不着急呀 我急什么呀 反正护照办好了 她还跟谁好就跟谁好呗 什么 护照办好了 那你拿到了吗 什么意思呀 我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问你 你护照拿到了没有 今天如果不是永福 你能喝上这个好酒啊 永福啊 阿姨敬你一杯 就因为 你对咱们家塑芬好 因为你对我们全家人好 塑芬 张美丽 不是说你不来了吗 你可来晚了啊 来来来 你坐这儿 把酒三杯 河永福 河永福 你出来一下 我有话跟你说 怎么了 那个 叔叔 我出去一趟啊 这个孩子也太为教养了 完了完了 这会儿完了 什么这会儿就完了 张美丽是陆永福的女朋友 她肯定会生气的 她生得着你的气吗 坐下吃饭 妈 坐下 不是她的就不是她的 什么事啊 那好 我问你 我的护照怎么回事 护照 没怎么回事 那不是办的呢吗 那不是 你还骗我 我刚给王局长打完电话 她怎么说 她说 你告诉她 跟她先别办 再等等 你说呀 我 我跟她说的 先别办的等等 怎么了 你安的什么心啊 我跟你说啊 我现在知道 这国外特别乱 你出国有什么好啊 这儿待着呗 好不好是我的事 你凭什么阻挡我 凭什么做手脚啊 你别说那么难听啊 我可没做手脚 我就让王局长按程序办 好给你充裕的时间 好好考虑考虑 我不需要 你凭什么爱我的事啊 你还爱你的事啊 我让你好好考虑考虑 我都要走 我也等不住 好吧 陆勇哥 我现在给你两条路考虑 要么 马上帮我把护照办好 要么 我们现在马上断结关系 这俩不是结果是一样的吗 我给你把护照办好了 你出国了 咱俩分开了 我没给你帮好护照 你没出国 咱俩也分开了 是不是就想跟我分开吗 陆勇哥 我告诉你 我就是要出国 张美丽 张美丽 陆勇哥 你的包 我这饭还没吃完呢 把包给我送出来干嘛呀 我以为你不回去了呢 干嘛不回去还没吃呢 快 张美丽呢 走了 她生气了 我还生气着呢 我不吃了我走了 要不 新路的 你怎么又来招惹苏菲 宝青 宝青你说什么呢 这两回事啊 什么意思啊 我还不能跟她说话了是吗 宝青走了 不行 快点 我就是不让她说清楚了 老婆 老秦你干嘛要说这种话呀 你干嘛要这样啊 她陆勇哥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 你这不是丢我的人吗 我是不想让你上她的当 上当也是我上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你别管我的事 苏菲 你变了你知道吗 你这样说太让我伤心了 你有什么可伤心的呀 我变什么了 我再说一遍 别管我的事 你没知道陆勇夫是张美丽的男朋友 你这样做到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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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样做吗 你这样做到的吗 你这样做到的吗 你好 我自己想做到的吗 你这样做到吗 你们这样做一下 你这样做到一些东西 你们这样做的吗 某人了 你这样做到的吗 我 我是为你好 我 我是想要保护你 雷宝清 你记住了 我不需要你的保护 你看什么 很疼的 坐坐坐 我来快 我来快 要什么 毛肉 干吗 就这个人啊 一烤 烤烤 摆下就睡地点了 真的 坐给他玩 我吃饱了 你去吃饱了 你必须吃 我们把它吃饱了 我应该给你吃饱了 我应该可以吃饱了 我没有想喝 这市场 上班 那我应该要吃饱了 我还有 我想不想汉 你不是魷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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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魷彗吗 宝贝吗 说八 wack 是 这两天也不知道怎么了 这会儿不理我 见我的面 连正眼都不瞧了 当我是透明的 那你太习惯了 那我说了怎么回事 有什么习惯的 人家根就没打算跟你好 你有胡说 我 你还不服啊 他就是想让你办护照才跟你好了 你现在护照不给他办了 不跟你好了吧 你就死了这条心了 不会吧 我真这样的话 我得找他理论理论 爱情是纯洁的 你笑什么 爱情是纯洁的 我看你是纯洁的 你复杂 你复杂我姐都不理你 可怕是不理你 你这吃不困厨了 那当然了 我今天行行程式还给我买到 什么那么漂亮啊 那当然了 美丽 你先走吧 拜拜 朱文你在这干嘛 等你了呗 等我干什么呀 晚上有个舞会 我带你去玩去 好呀 上车 好呀 勇夫哥 勇夫哥 干嘛 你的电话 一个女的 喂 喂 你慢点 张美丽 你慢点说我怎么回事 行 我知道你别了解 勇夫 怎么回事 勇夫 勇夫 怎么回事 勇夫 怎么回事 苏文哲孙到我饶不了了 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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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魇夫 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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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女朋友 你别自作多情了 她 就是个小小 干什么你 利用不上你 又想来利用 我玩她是看得起她 赵美苏文啊 你现在就是一流氓 你知道吗 你带 走 干什么 干什么你 干什么 我干干嘛 把张美丽给我留下 我放一条生物 你干 是我的 打他 是我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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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的人注意了 里面的人注意了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你们没事啊 你帮我看看吧 没事 除了 怎么死不了 你看你们的药 你看你们的药 你 你 你 没事 你怎么找我在这儿呢 冲动冲动 一点没有战略性 我们早就知道 这儿有一个地下舞厅 今天多陪你姐帮助 我们才把你们破破了 永远峰同志 谢谢你 不客气 管管你弟弟 尽量麻烦 走吧 你去哪儿啊 帮你送回家 我不回家 别让我回家 我不能回家 姐 咱家待会儿去吧 姐 你要再游游 这血都流干了 疼着呢 好 去卫生先把这衣服换一下吧 来 过来 包包就行了 别那么累啊 过来 听话 轻点啊 轻点 过来 哎呦 哎哎哎 躺着呢哎 叫什么叫 这杀的疼着呢 打架的时候不怕疼 哎呀呀 疼着呢 哎呦别那么 杀死我 我来吧 车这事还挺漂亮 别弄了啊 我轻点 哎呦 别弄了啊 我轻点 哎 哎 姐 这么着 今天晚上啊 让张北丽住我房间 我睡沙发吧 不用不用 我在沙发上靠一会儿就行了 不用麻烦 那哪儿成啊 哪能让你睡客厅啊 真不用 行了行了 这样吧 时间不早了 那你赶快睡吧 啊 嗯 就点我 谢了啊姐 谢什么谢啊 你让张美丽住这儿啊 来 把药吃了啊 一个是消炎片 一个是头疼片啊 嗯 来 快睡吧 快睡吧 哎 你给我拿双被子去啊 知道了 你躺下我帮你去拿 哦 好 我们必须谈谈 谈什么 谈什么 你先坐吧 看到吗 谢谢 经过这些事 怎么可能那么快睡着 好 那就现在谈谈吧 首先我必须跟你指出啊 你想出国这是你的权利 我们无法干涉 但是 你以出国为目的 巴结高干子弟 这种手段是不可取的 是必定没有好下场的 这些事 不用你告诉我 是 不用我告诉你 今天的事实 就很好地教训了你 你算了吧 你没有资格教育我 对 我没你的运气 生了来就是红色公主 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我不行 我爷爷 是个小业主 原来我们几代人都被离过 我只是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过上好日子 这有错吗 没错 错的是你用这种手段 巴阿姐高干子弟 有什么本事 可我靠我自己 我能干什么呢 我连巴哥护照都那么难 我要是不找他们帮忙 我怎么办 那你也不能用感情来做教官吧 我没有同意苏文 跟他用另一样的方式交集 我不是说苏文 你跟苏文怎么样我不有关系 我也不想知道 我说的是我弟弟 虽然永福是有很多不足 他内心是纯洁的 对你是真的 可你呢 一点诚意都没有 完全是看着我们家的家庭背景 为你出国铺路 你真是欺骗和玩弄我弟弟的情感 你能瞒得过永福 但是瞒不过我 我坚决不允许 你这么伤害我永福 我知道 陆永福跟苏文不一样 他对我是真心的 所以我在最困难的时候 他想跟永福打电话 你还好有他 我才能平安回来 所以啊 你这么欺骗他更可恶 我不是真的欺骗他的 陆永福 是我接触过的男孩子里 你对我最好的 你以为我不想珍惜他吗 可是我是一个很现实的人 就算我也爱他 我愿意嫁给他 可你们会接受我吗 你们会平等对待我吗 你们根本就不会平等待我 我在你们这个家里 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位置 所以 我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我只能选择出国 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如果 你彻底跟永福分开的话 我可以帮你 你说什么 我是说 我是说 如果你从我们的视线里 完全消失 护照的事我帮你 你好好想想吧 事情不早了 好好休息吧 好好休息吧 非常感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但是我们不要再见了 来 接着张美丽了吗 怎么就没上班来的 她请长假了 你还不知道 请长假 你不知道张美丽的事吗 你头怎么了 没事 磕了一下 她怎么请长假了 是 我也刚才说 我跟她去他们家找的 也没人他们家 怎么回事你知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她一句话没说就走了 我也挺纳闷的 她平常不这个 你真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 testing你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她做了那么多的事 任何一个女孩看到你做的事都会感动的 那就走了 那就连这照顾都不打就走了 你别喝了 我姐早跟我说过 说张美丽啊 张美丽知道我喜欢她 她就利用我喜欢她 然后她就在利用我 到有一天我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 张美丽自然就不会理我了 我就不相信 因为我觉得吧 我觉得爱情是 是纯洁的 张美丽不像那么无情的人 是啊 张美丽不会那么无情的 那为什么走啊 因为你姐 你姐不想 我姐不想什么 说呀 我姐不想什么呀 你跟我说实话 为什么 你姐 你姐说 让她离开你 就答应让她办出国的事 不阿 张美丽 呆呆 大夫 什么呀 说说成功吧 陆院长 请问我代一下 好 好 走 陆校长 我们打开抚香才发现 刘主任的海气包 已经大量磊散了 所以我们根本没法锁处 我们是怎么打开 又怎么放上 这么说 别跳了 你 你们就不能想起别的办法 没有办法 我们已经尽力了 我爸爸 不行 你一定给我前一场救 这是命令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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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活不了几天了 对吧 谁 谁说了 不会 死我要是走了 绣又带着我 回老家 只是 我看不到紫英 娶妻生子 王后 他成亲的事 你 就操心吧 我会操心的 对 我会操心的 放心 爸 干嘛呢 我觉得萱梅阿姨这两天太累了 我炖点汤给他们送过去 爸 我也给你炖了一点呢 好 来一下 爸 怎么了 坐 坐 出什么事了 没有 没出什么事了 我告诉你 兄妹阿姨跟我说 说这两天把你忙的 你伺候刘峰叔 伺候是真周到真体体 他心里真过意不去了 特别喜欢 兄妹阿姨真是太客气了 本身嘛 他们就跟我们是一家人 这是应该的 是是是 英华 你觉得子明这个人怎么样了 子明啊 挺好的 真的 你真这么想 真的 太好了 好 那这样 明天吧 我带你到刘峰叔那儿 当了谈的面 把你和子明这个婚事 咱们就定下来 好吧 我跟子明订婚 英华 你觉得子明这个人怎么样了 子明啊 挺好的 真的 你真这么想 真的 太好了 好吧 好 那这样 明天吧 我带你到刘峰叔那儿 当了谈的面 把你和子明这个婚事 咱们就定下来 好吧 我跟子明订婚 我跟子明订婚 前天晚上啊 我守着你刘峰叔叔 说了一夜的话 他呢 也知道自己不就认识了 他觉得这一辈子啊 也没白话 但是 唯一让他心里边挂念的 就是子明这个婚事 他说这个事 到现在一点阴性没有 他见的事就死不瞑目 可是爸 怎么 你 你不同意啊 不 不是 不是 那就好嘛 是吧 但是 他就当了刘叔叔面 把这个事就敲地下 不就完了吗 这个爸 我从来没有想过结婚 谁说现在要结婚了 你们只是把这个亲事 给他定下来 刘峰叔叔知道了就行了 跟你说 这个事 也不是爸爸突然想起的 我是觉得呢 你和子明大小呢 在一块长大 是吧 关系都挺好的 这个 刘峰叔叔 秀美阿姨又特别地喜欢你 而子明呢 我是从小就看好他 你要嫁给他 他肯定会爱你一辈子 哥 别犹豫了 现在 刘峰叔叔 他是 非常时期 行 咱们就这么着 好吧 爸有点累了 我先休息着 好吧 明天 明天咱们去 好吧 我上去歇一会儿去 就这么着 叮了 爸 爸 姐 你回来做完就算了啊 这都给弄坏了干嘛呢你 你管我啊 你少烦 你还说上我啊 我跟你说啊 张北丽的时候我还没问你呢 你还跟我发什么脾气啊 你烦不烦你能不能闭嘴啊 你烦不烦你能不能闭嘴啊 怎么了 你怎么哭了 怎么了姐 谁招你了啊 爸 爸 姐你别闹行吗 你是爸的心肝宝贝 爸一天当晚捧着你 还能气你 就大招我了 怎么了 他 他让我跟子明订婚 那 那不是好事吗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 我不愿意交给子明 我难过 为什么呀 你 你不喜欢做什么 我不是这个意思 虽然我跟子明是发小 可 可我从来没想过要嫁给他呀 爸却不跟我商量 那么武断的轻率的 就要让我跟子明订婚 姐 别难受了 要不然 得着机会我跟爸说说去 你放心吧 无论你怎么决定的 我都站在你身上 这一边我都支持你 永红做的 我爸最喜欢他做的汤了 对了 你爸说待会儿来 跟咱们讲一些 重要的事情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我跟你说个事 你得扛住我了 什么事啊 老爸 还没呀 你爸好着呢 那我说永红 老红 永红吧 咱俩是哥们 对对吧 没错 无论什么事 我从心里边都是帮你 对吧 行了 你就别表功了 我就是觉得吧 这人生在世 不如意之事呢 这十之八九 无论发生什么事 你自己都得扛住 懂吗 老婆 老婆 怎么样 老婆 你爸怎么样 等着您呢 好 走吧 走 走 快走 老婆 今天 两家人全到齐了 我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宣布 怎么样 老婆 老婆 快走 老婆 你躺着 躺着 行吗 坐去 慢着点 可以吗 好 行 行吗 行行行行 好 好 行吧 阿龙 是不是我的病了 想什么呢 不是那么回事 龙虹 来 过来 快快快 我今天要向你宣布 从今天开始 永虹 就是子明的媳妇 也就是你们的儿媳妇 老师傅 老师傅 怎么 你 反对啊 我们怎么会反对呢 哈哈 来来来 永虹 来来来 过来过来 你过来过来过来 过来 老太 老太 来 爸 妈 哎呦 永虹 我的好孩子 哎 永虹 哎 永虹 哎呀从今天开始的 你就是我们的亲闺女了 对 爸 妈 以前我不懂事 你妈妈多担待你 真是好孩子呀 哈哈 子明 哎 你还傻着干嘛 赶快叫爸呀 哎 哎 爸 哎 哈哈哈哈 我 我发誓 从今以后 我永远最永虹好 哎 哎 哎我呀叫我呀 哈哈 大球哥 哈哈哈哈 真想 哎 小叶 好 照相机 快点 来来来 咱们男的照个全家伙 好 来来来来 来来来 我们就回来一块儿 对对对 咱俩来着 又找起来 来 看我家里啊 来 一 二 三 姚虎 有什么事 你就直说吧 司律 我现在有件事 我们说清楚比较好 什么事 我答应我爸爸 跟你订婚 完全是因为刘叔叔病重 我不想让他失望 其实 我根本没有想好 要不要嫁给你 请你不要太认真了 你说什么 我们都还在上学 将来怎么样谁都不知道 我想 这件事我们俩知道就行了 你也别告诉我们爸妈 行吗 姚虹 可是 子明 我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 我是告诉你我真实的想法 希望你能理解 谢谢 姚虹 来 陆儿 比较好 吃饭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怎么呀 你打来看看 海鲜面 我妈呀 说你特别喜欢吃这个 特意做了让我拿过来的 真香 来来 你坐这儿吃 不 坐这儿 我这个没事 工作活 坐 坐这儿 一会儿吃吧 不用了 你别跟我客气 我妈的手艺啊 我都快吃腻了 来 我帮你拿这个 那我吃了啊 趁热吃 趁热吃 我回来了 回来了 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啊 你还跟我装傻 永福吃了面条 他怎么说的呀 吃的好不好 他说 挺好吃的 哎呦 怎么了你啊 就像挤牙膏一样 我说一句 你就答一句 你有没有告诉他 从今天起 我们换的花样给他带 我跟他说了 他怎么回你的呀 他说老白吃咱们家的不太好 那你怎么回他的呢 我没回他 妈昨天跟你怎么说的 你都忘了是吧 嗯 妈 我没忘 我就是觉得 我觉得不是特别好 怎么个不好法呀 人家张美丽不是刚走吗 我觉得我这样 有点不道德 趁血而入 来来来 请坐 干嘛呀 妈你来来来 不要 这件事情 妈给你好好的说道说道 我问你 喜不喜欢永福 妈 诶 诶 陈叔叔 陈叔叔在哪儿啊 在那儿呢 怎么了 陈叔叔腰扭了 在厂医务所呢 啊 苏菲 苏菲 你爸伤着了 苏菲 啊 怎么了 陈叔叔身体不好 厂里来个大件 公司高 他费得上 结果把腰给扭了 苏菲现在在哪儿呢 在厂医务所呢 让家里人赶紧去吧 妈 快点 爸受伤了 要去医院呢 来了 快点快点快点 你给我走吧 我给你们一块去 干嘛呢 可能你带你带着我 这两个带着我 慢点 那边 那边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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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到了 快到了 慢点 我先不好意思 我让你受累了点 我亲 我让你受累了点 慢点 爸 慢点 经过我们初步的检查结果 您爱人的腰曾经有了严重的腰胸老鼠 这次呢 又因为用力不大 造成了肌肉的拉伤 你看 这第五脊椎已经错位了 大夫 大夫 你不用跟我说那么专业 其实我什么都听不懂 你只要告诉我 他严不严重 那还得要经过进一步的检查才行 可我们院做不了 那怎么办呢 嗯 根据我们的经验 他这次伤的可够重量 尤其是脊椎的错位 要搞清楚 不能耽误 否则的话呢 可能要落下终身的残疾 我的天啊 要赶快想办法把病人转到庄科医院去 千万别带了 那咱们就赶快转院 转院啊 那 神社的药费 医院关系 都在这个院呢 转不了啊 跟医生说他治不了 你要非要转的话 那厂里也就不能负担了 那钱 您得自己掏啊 大给多少钱 嗯 这个嘛 至少也得一千多吧 什么 一千块 哎呀 哎呀 今天已经过去了 连续组织天完了 妈 哎呦 回家可不行 如果移动不当的话 那可就真要贪了 拜拜 拜拜 哎呦 科长 哎呦 我我可不是科长啊 不不不 我就看您长得像科长 我就叫您是科长 科长 您得解决一下我们程师傅转院的问题 程师傅在码头一半九十二十年 他没有功劳 他有苦劳的 他也是从一个津津淡淡的小伙子 累成今天这么一个病老头 总之上不会不管的吧 您这是什么话 话可不能这么讲 您这是污蔑社会主义啊 哎呦 科长 您千万别给我扣那么大的一顶帽子 我抬不住 是医生说的 他治不好的话他会瘫痪的 他瘫痪的 他瘫痪的不是给你们组织找麻烦吗 他瘫痪的不是给我们找麻烦吗 那我们就更惨了 真转不了啊 您也不是不知道 我们那就是个小厂 以陈叔的级别啊 还不能转到好医院去 你要不这样 陈叔在这儿先住几天 我呢 回去早点反应 我们偷点钱 你们呢 也想办法偷偷钱呗 我上哪去偷了一千块钱呢 苏菲 大叔 金哥来了 你妈让我先把面条拿回来 她呀再去领导家找找人 你吃了吗 吃了吃了 苏菲 我来喂大叔吧 你吃这吃吧 不用了 已经不让你受累的了 苏菲妈 你赶紧回家告诉你妈 说我没事 别让他求人了 行了爸 这事啊您就别费心了啊 对 来来来吃饭了 慢点慢点慢点 慢 小心腰腰腰 来 哎呀 好 来 来 来 哎呀 行吗 行行行行 好了 哎 您看 妈给您吵了家人 您最爱吃的 来 好好好 哎 您这女儿跟那女婿真不错啊 大叔 那是我们家邻居 青梅竹马的 这打小 知根知底的 这多好啊这个 我要一个那个白菜还有一个 来 两毛 你今天只能打菜吃了 我妈没空做面条 烧鞋子 你妈每天都受忙嘛 我爸生病了 哎 通事行您快点 哦 您要什么 哎 烧茄子 没饭 陈总盘 陈总盘 哎 这是中国本来的新问题 不是你爸住院了 什么病啊 腰扭了 腰扭了 在哪医院啊 区医院 我听说那医院条件不太好吧 是不太好 但是他们厂子只能给安排那个医院 哎 要不给你想想办法 住我们军区的医院去 你真的能有办法啊 有办法呀 跟我走吧 哎 哎 妈 你怎么才来啊 我都要回去了 你怎么来这么晚啊 看这图看 妈 人家可是办了件大事啊 我把我爸转院的事办好了 什么 真的 当然是真的 你真行 你快说说怎么回事啊你 我跟你说吧 是这样的 就是今天吧 在工厂里面 然后那个陆永福 他就看见我愁眉苦脸的样子 他就一直问我到底怎么了 一开始我根本就不想告诉他 可是他烦得不得了 那后来呢 那后来后来他老逼我嘛 就没办法我 我就告诉他了 然后那个他就说吧 我就没想到他说 他有办法没问题 他有吹牛 那两个人别打仗 你让他说吧 是啊 一开始我也不相信 但是他当着我的面呢 就给他们院的那个一个小孩 打了一个电话 那小孩他妈吧 是司令我医院的骨科医生 那你怎么样 那结果那小孩呢 就给他妈又打了一个电话 那结果他妈呢就 慢点说慢点 结果呀就说明天可以去他们医院检查了 太好了她了 她的话你也信 这么大的事 那怎么不相信啊 那说话就是算数的 都说好了 明天上午就去检查 对了 妈 永峰还说了 陪着咱们一起去 他怕咱们自己去吧 不方便 那我说吧 那我说吧 他这个孩子他是又有心 他还又有能力 苏凡 你认识这个朋友算是认识对的 我一开始也没觉得他有那么大能耐 就觉得每天他都嘻嘻哈哈不正经 这怎么叫没有正经的 人家这个孩子是又活泼又热情 而且家教又好 这个孩子 打我看他一眼 我就喜欢他 像他这样的大样的孩子 他根本就看不上我们这些棚户区的人 哎呦你这个孩子 你是怎么说嘛 你傻不傻呀 人家可以看不起我们 但是我们得自己看得起自己 知道吗 你没把你弄到吗 啊 您的话 你回去吧 回去好好复习功课 考大学啊 去回去不找啊 那 把清哥已经考上大学了 是吗 那对不起阿姨又说错了 那回去好好地读书 把你的脑子搞搞清楚 好不好 回去回去去回去 哎呀回去 抱歉啊 阿姨跟你说啊 书中那儿就不麻烦你了 回去好好念书 别 别来了啊 回去吧 你是不是太过饭了 我过饭 我过什么饭 咱们今天不谈这些 你便宜大早 我们送你去检查 好好睡吧 好 徐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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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我那大叔 你白了 这就是要做体检的那位 对 没错 你给我好好查查 好 那病例呢 对 这儿呢 那好吧 跟我来吧 好 冯芳 你这儿怎么了 背着大叔楼上楼下跑的是我 他能为人的时候 陪着照顾的还是我 那小子凭着有点关系 被他们碰成那样了 他让我不要再去了 蘇芳他妈的冯言 她那么势力 肯定是这么想的 关键素芬怎么样 她也不让你去啊 素芬她倒没说 那不就结了 你想跟她好 该去就去啊 好了 让她先睡一会儿吧 你们啊 一定要安静一点啊 谢谢你啊 没事 麻烦您了 没事 阿姨 过来 那个医生说呀 说着检查结果 明天才能出来呢 是吗 可是住这么好的地方 这都不能报销的吧 不能报销也得住这地方嘛 这地方条件好啊 万一在别的地方给耽误了 那不更糟了吧 是啊 妈 老师 这医院能治好我爸的病吧 肯定没问题 刚才咱们见那个徐阿姨 是整个医院里不到这个 没什么事我就先回去了 明天咱让我再过来 好 谢谢你啊 再见啊 我爸什么呆呢 有些事啊 我现在就越想越过你了 说这个人比人哪 真的是要气死人的 人家当干部做军人的 就可以享受到这一切 你爸爸累死累活一辈子了 我偷了什么都没捞着 那我爸现在不是也住在这儿了 那是我们在托永福的福 永福这个孩子 我从看他的第一眼起 我就喜欢他 这次要不是他的话 你爸爸真的就遭殃了 是啊 我 我跟你说清楚啊 别的事情妈妈管不了 但是你以后要找朋友的话 就得找永福这样的人 有事没事的 跟他那个累宝青瞎混我的 妈 这事我得跟你说说啊 你不能这么对宝青 我对他怎么了 你不觉得你对他太过分了吗 那宝青这次在我爸生病的时候 帮了那么大的忙 现在是送我爸来医院 然后在医院 又楼上楼下的背着我爸跑 可是您看您对他态度 那脸色我都看不下去了 好 谢谢 谢谢 妈承认 她是帮了我们家不少的忙 但是我跟你说的是另外一回事 是找男朋友这一件事情 要找累宝青亮的人 面谈 妈 你瞎说什么呀 我瞎说 妈是过来人 您看看人家永福 家境好脾气也不错 这个小孩吧 有的时候给人感觉是幼稚了一点 这没有关系 但他绝对不是那种 见义思迁的男人 你看看人家是怎么样对张美丽的 你就知道了 那你怎么知道 累宝青不是这样的人啊 你给我闭嘴啊 他累宝青就是这样的人 那也不行 我跟你说白了吧 平民苦里的日子我过够了 我绝对不会让我的女儿在平民苦里 受一辈子的苦 妈 我知道 你真生气啊 好了好了好了 别生气了 来 你怎么在这呢 苏芬他们在那呢 走 来 苏芬 累不清来了 苏芬 宝青哥来了 阿姨 阿姨 你看 累不清给你带了好多水果 你爸爸该醒了吧 我们进去看看 那进去吧 走 呦 醒啦 还真醒啦 苏芬来了 大叔 这 这是我妈 让我给你带的水果 来 来 谢谢苏芬哥 你跟大叔客气个什么呀 拿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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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你妈妈多不容易啊 为了让你念书 成天就吃一些什么 烂梨烂桃的 还不怕伤了胃 拿回去 拿回去 叔叔 阿姨 那个那个检查报告出来了 报告怎么说呀 报告说呀 您别动 别动 说您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 根本就不用做手术 保守治疗 平常拿打针吃要就能好 但有一点啊 可不能再干体力活了 你是说这两天不要干重体力活 还是以后永远永远都不能干重体力活 以后永远都别干了 因为一干重体力活啊 就容易犯病 我能使用 有大这么醒啊 他不干活我们家吃什么 哎呀 没事的妈 怎么 你爸不干活我可以多干呀 多糊点火柴盒 我能把爸的钱挣出来 你糊火柴盒能挣几个钱 我可以多干点时间呀 你别跟我打岔 我现在说正经事啊 嗯 永夫啊 阿姨想问你 你们那个院里 有没有什么 合适你大叔干的活的 其实钱多钱少都无所谓 让你叔叔干活就行 是啊 这找工作哪是那么容易的事啊 你别为难永夫 我不是为难永夫 我是让永夫能上一点点心 阿姨您放心吧 这事啊我肯定会上心的啊 哎 哎 你哼什么呀 我 我怎么了 我什么也没说啊 是什么都没说啊 不是 你哼什么呀 哎 你那意思是 这事我办不成是吗 哎 你能干成 有什么事你干不成了 我是说啊 你太谦虚了 哎我跟你说你说的没错 我还就是太谦虚了 我说我上点心就是谦虚 这事啊我肯定能办成 包我身上了 真的啊 光说有什么用啊 办成了再说 哎 雷不清 你听着啊 今天当着叔叔阿姨 还有苏芙的面 我陆永福发誓 我要给叔叔找不了工作 我就不姓陆 我就不叫陆永福 哎 怎么到哪儿都当作呢你 哎 你真是那小子打宝票了 打了 你是没看见那宝青那德行 嘿 我也说能办这事啊 哎呦 你瞅他吧 这个那个 我看上他就烦 哎 我发现你想 这脑瓜子 就跟这地球是全都是水 就为了跟他治口气 对了 就是想跟他治口气 怎么了 哎呀 你这毛病啊 真得改 要不然以后会吃大亏的啊 哎 不见他这事办不成 为什么非得给他办啊 他们家对我好啊 老表扬我啊 瞧你那点出息 就为了表扬 嗯 对了 我就为了表扬 我跟你没法比 你从小里爸你妈 天天表扬你 我呢 我那老爸 还有那马列主义的姐姐 在他们俩面前 我干什么事都是错的 天天说我没出息 嘿 苏菲他们家就不一样了 他们家认为我是最棒嘛 我干什么事都是对的 没那么严重嘛 哎呀 哎呀 别看了 你先坐 来你先坐 你先坐 哎呀你给我想想 这事怎么办呀我 我怎么办你想啊 不是 想个主意啊 怎么给他爸找一个工作呀 在这个大院 离了你爸能办了事吗 你敢跟你爸说吗 敢吗 那我也不能把人家给回了啊 哎呀你给我想想怎么呢 等他们忘了吧 你呀你就自作多情 你这么一说人家 那根本就没耽误事 你倒耽误事了 过两天他们指定忘了 这怎么可能 不是怎么可能人家给忘了呢 那你就给他办 妈咱家有没有多余的被子 给我一床 多余的被子 你干嘛呀 哎呀陈大叔不是今天出院吗 我借了辆车去驼他 他不是腰不好吗 给他垫上点舒服 就那辆车啊 嗯 那我把被子垫脏了 他们家就拿不床被子来 哎呀他们家的没人 这不都在医院呢吗 哎到底有没有啊 我我得马上去啊 没有 人家还没说给你好呢 你献什么殷勤呢 这孩子 哎呀我拿我自己的 这孩子 你献殷勤 哎你干嘛去啊啊 哎呀我自己的你甭管 这咱们家最好一床被子 都不懂事呢 哎 哎叔叔哎黄秀 哎阿姨 哎阿姨 你怎么来了 我知道叔叔今天出院 对我特意借了黄秀车 我把他驮回去 不用你看 永福已经派军车来接我们了 再说了 你叔叔现在他坐不了你的晚车 弄不好把他的老妖又给我弄蛇了 那怎么办呢 回去吧啊 回去吧 阿姨阿姨 你跟爸好啊 是吗 保卿 保卿 你怎么来了 你爸是我微信医院的 我肯定会来接他的 那 对不起啊保卿 我不知道你会来 那那那那坐哪个呀 不要摩托了 快去车吧 走吧 走啊 走吧 好好好 对不起啊保卿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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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膩扶扶扶扶LED 再扶扶扶扶扶扶 大嫂啊 你这这车也没方弄你 唉 那个你跌这车远点 我这新学的车别脏碰上你 伤得不好 小郑 这么大啊 走了 再见叔叔 别来吧 儿子 行了 行了 你也别想了啊 今天苏芬她妈可算是出了大风头了 就那小子开着军车 把她男人给接回来了 真给足了她面子 什么了不起 儿子 你也别难过 不是咱的 咱都不想 既然那小子觉得也不错 那苏芬愿意跟她好 算了 咱不稀罕 苏芬根本没跟她好 只是苏芬她妈太势力 你别自己骗自己 明白那个小子 条件就是比你强 人家女孩跟她好也正常啊 算了啊 老秦啊 咱们以后她给你找得好 她哪儿好了 我就是不服这口气 我跟苏芬好好的 她凭什么来插一个 她不就是有一个在海院 当院长的爹吗 那不就比咱们高一劫子 走什么年代了 还靠她爹 她除了她爸 她有什么可跟我比的 我是名牌大学的优等生 她连个文凭都没有 将来前途无量的是我 不是她 儿子 听你这话 妈心里舒服 你一定是争口气 将来让妈 在苏芬她妈面前赢一回 好 妈 嗯 你放心 我一定会比你争气的 好儿子 好好学 当你做白的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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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再见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来等你啊 我有个好消息告诉你 什么好消息 我拿到一等奖的奖学金了 真的 那恭喜你啊 走 我请你吃饭 别别别 不用 你赶快回家拿给你妈妈吧 你们家要去还钱老婆债呢 那些债也不是一天能还清的 我今天啊 必须请你吃饭 为什么呀 因为今天是你生日啊 你看我都给忘了 你还记着呢 我每年都记得 走吧 你想吃什么 我 随便吧 随便吧 都行 嗯 那怎么办 那也不进来了 嗯 保新团拿到奖学金了 是吗 奖学金 那这回发财了 发财倒不是 我是来和苏菲一块过生日的 过生日 你俩谁生日啊 我生日 今天你生日 你等会儿啊 等会儿啊 等会儿啊 干嘛去啊 等会儿 干嘛呀 神神叨叨的 不知道 生日快乐 不是让你生日 来不及买礼物了 再多好送你吧 你还挺浪漫的啊 那当然了 哪来的 咱们炒的花坛里边揪你 你们俩吃饭去吧 我走了啊 再见 再见 苏菲 苏 苏菲 走吧 我们 走 苏菲 这家饭馆啊 我们这些同学都经常来 他们家的菜啊 又好吃又便宜 哎呀 老星啊 你怎么点这么多的菜啊 这得多少钱啊 这得多少钱啊 哎呀 你别管这个 你尽管吃 苏菲 来 生日快乐 谢谢 谢谢 哎呀 哎呀 从今天开始 又老了一岁了 可不是吧 你啊 再也不是那个 小黄毛丫头了 我记得你小时候啊 碰到点什么事啊 就哭鼻子 哪有啊 你竟瞎编 我才没瞎编呢 你小时候的事啊 我全都记得 这花生米真好吃 对 你最爱吃这个了 多点 你自己来吧 来来来来 好 谢谢 这次啊 我们系里边啊 只有三个一等奖 我 就是其中一个 哦 他们都说 这次的题目挺难的 但是我觉得 根本没什么问题 我早就说嘛 你肯定行的 我原本以为啊 考上大学的 水平都挺高的 不不 不是我想的那样 我觉得呀 我要是超过他们 根本就没问题 祖菲 嗯 你也试着 考大学吧 我 我 怎么可能 我不行 祖菲 如果没有文凭的话 会很吃亏的 以后 连工作都不好找 你看你说的 我不是有工作吗 工人啊 嗯 不行 那有什么发展啊 什么有什么发展啊 工人不好吗 工人可是领导阶级 谢谢大家 我 我 我 有什么发展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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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